七隆有车主停车没有熄火直接返家休息 车子在原地发动超过整整十个多小时 被热心的民众发现之后赶紧报警处理 结果发现车门没有锁 车钥匙跟人都不在车上 觉得很奇怪 经过联系之后发现是车主自己搞乌龙 原警拿着手电筒照着还在发动的休旅车 接着不停敲击车窗 但车内完全没人回应 到底发生什么事 日前晚上十点多 基隆有民众发现一辆休旅车在原地发动超过十小时 车门没锁车内也没人 担心发生意外立刻报警 警方到场赶紧联系车主要了解 怎么会把车丢在这 把钥匙没锁也危险 原警查询车籍系统后发现车主就住在附近 因为儿子白天把车开回家后 粗心忘记熄火 虽然钥匙拔了 但车子还在怠速 车主找到帮忙报案的热心老板娘 不停向她道谢 也不禁感叹自己实在太健忘 好险这回人没事 爱车也还在 警方也提醒车辆停妥后 一定要记得熄火 以免发生危险 记者蔡志恒 吉隆报道